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在现代的社会里 婚外裂 堕胎 还有纹身 这些可以说是普遍现象 但殊不知 如果你做了 其实果报是非常惊人的 它会给你带来种种的磨难 使你的家庭 生意 身体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果报 我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千万不要堕胎 不要乱纹身 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 只要你选择堕胎 下面的事情就必然发生 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除非诚心忏悔 并且永不再犯 同时要大力的宣传堕胎的坏处 劝人不要邪隐 不要堕胎 尽量吃素 多多放生 救助生命 为自己堕胎英灵 不失众生 要多多的念佛诵经 将善行善心回向给可怜的英灵 因为堕胎可以带来很多的果报 第一 感情破裂 如果未婚堕胎 最终堕胎双方结婚的可能性极低 即使结婚也争吵不休 逐室不顺 这意味着如果未婚堕胎 极有可能造成你们这段感情破裂 甚至结束 其中有一个案例 很特别 堕胎后男女双方还是很恩爱的 但是不久男方突发恶极去世 女方极度悲伤 精神崩溃 第二 很有可能会造成男方出轨 堕胎之后三年之内 大多数的男方必定会出轨 快的一年之内就会移情别恋 若堕胎 则使男女双方关系疏远 相互冷漠甚至敌视仇恨 这意味着选择堕胎 你就要准备面临将来男方的出轨 关系恶劣的心理准备 到时必定痛苦不堪 第三 会引起事业不顺 所有的案例显示 堕胎之后 当事人的工作事业都出现大幅的下滑的迹象 这意味着选择堕胎 你就要面对 做生意的人 生意失败 甚至破产欠债 工作上班的人 升职无望 甚至降职失业 即使保住工作 劳动强度也会比原先大许多倍 第四 长期医药 堕胎之后 女方的身体必定会出现一些难治的慢性疾病 以妇科疾病 肝肾疾病对为常见 堕胎次数越多 疾病越多越难治 这意味着选择堕胎 你将长期和医院药房打交道 大量时间金钱会花在就医买药上 苦不贪眼 第五 终身不孕 脸上还会长斑 堕胎之后 特别是多次堕胎 极大可能造成女方终身不孕 不久之后 各种妇科疾病全面爆发 肝肾功能急速下降 衰老加速 脸上特别是眼睛周围会出现各种难看的色斑 导致心理自卑 忧郁 特别是对爱美的女士身心打击很大 第六 长期困苦 堕胎之后 对女方伤害最直接的就是身心 对男方伤害最直接的是事业 当然 女方的事业 男方的健康也会受到很大程度的下滑 而且是直线式的下滑 短时间内很难恢复 长期在各种逆缘困境中挣扎 第七 家庭争斗 如果已婚 堕胎之后 家庭必定长期处于争吵斗争状态 甚至离婚 第八 伤心记忆 堕胎之后 若干年后 女方再回忆堕胎当时的情景 必定深情极度自责悲痛 这种痛苦的过程不亚于身体上受到任何严重伤害 长久不能平复 这意味着 选择堕胎将会长期在忧郁的心情中度过 时不时的会悲伤难过 第九 助人堕胎 子女多难 若劝导帮助他人堕胎 则劝导帮助者的子女也会出现多次堕胎的情况 所以 那些劝导帮助别人堕胎的人 想想 如果将来你们的子女也经历堕胎 会是何种心情 天道成父 如影随形 你让别人失去子女 你自己的子女怎么可能平安呢 如果是因为经济条件而堕胎 将来经济会更加困难 很多孩子是来报恩还债的 生下后继续会转变为小康家庭 特别是做生意的朋友会更有体会 孩子出生后生意大幅好转 财富倍增 如果是因为面子问题而堕胎的 将来必定更加没有面子 会发生很多让你丢脸的事情 生下后再困难也比堕胎强许多 大家一定要记住 所以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堕胎 上天有好生之德 生下来顺天者昌 很多起初决定堕胎 但是后来因某种原因最终 没有堕胎的人都很庆幸自己当初没有选择堕胎 如果堕胎了就错过现在这么可爱的孩子了 一定会万分后悔痛惜的 很多堕胎后的人若干年后都非常后悔当初堕胎的决定 爆汗终身成为一生中不能扶贫的伤痛 人之初性本善 胎儿在母体中尚未做任何的措施 却要遭到五马分尸般的痛处 于心何忍呢 希望各位准爸爸准妈妈们 认真思考不要后悔终身 第三个就是给大家讲千万不要乱纹身 因为纹身可以说是现在最时髦的一种社会现象 尤其在美国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年轻人 手臂上腿上后背上 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纹身 非常流行的纹身 但是呢 这也是非常危险的 之前见过一个青年人 在身上纹了一只老虎和青龙在斗 他纹了约一个月以后 因为打架 治人伤残 古人有云 龙争虎斗 将龙虎纹在身上 岂不招来争斗的气场吗 身上纹有动物的图腾 容易会招惹动物 邪魂附身 做足怪病奇祸 还会影响引导人堕落畜生岛 因为动物本来自畜生岛来的 这里呢 有一位曾经是开纹身店的一个店主 讲了一个故事 几年前 有一次遇到了两位女孩来店里 闻一朵小红花在印堂上 不幸的是 这两个女孩刚闻好 出门过马路 双双被汽车撞死了 此后这位朋友的纹身店就再也不开了 转行了 他就跟人讲 纹身这一世非常的邪门 千万不能乱纹身 其实 这个在面相来分析 也是极有理的 人的印堂称命官 古人官面相一说 印堂发黑发红是倒霉的象征 他们哪来的胆量 怎么可以在印堂上 闻图腾呢 这就是 非常的无知 带来的祸患 现在还有不少的年轻人 把神像 咒语一类的 闻在身上 这也是相当不好的事情 神像 这都是一些吉祥 而具有大威力的图案 在世间 则应恭敬供养 如自己的父母 师长一般 应当内心尊重之 怎么可以这么无理 把这些文在身上呢 以前有一个年轻人 去国内有名的道官参拜 因为多年工作不顺 运气不好 感情婚姻也不顺 请道官内的大德法师 开示 法师了解 他在 脊背上 闻了一尊神像后 就笑着说 没办法了 你只有一条路 出家吧 没人帮得了你 试想一下 你把神像 吻在身上 神像 整天跟在你 东游西逛不说 你进厕所 神像也跟着你进厕所 你洗澡 清理身上不敬物的时候 神像也陪着你 你交女朋友 和女朋友睡觉亲热的时候 神像也会陪着你 你自己想想 你究竟要想怎么样呢 不敬神者 污泽神像者 那是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而有一些代价 可能是极为严厉的惩罚 最后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因为想要个性 异类而选择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 或者尝试一些怪异的癖好 你也可以说 国外很多人都是这样吗 很时髦啊 国外的乐队明星球星演员 不大部分也都是这样的吗 染发的 穿骷髅头衣服的 闻各种神像神灵的 你看人家不都是过得很好吗 要名有名 要钱有钱 还有社会地位 其实大家不知道 当你了解他们经历整个人生的时候 你就不会这样想了 因为很多的明星他们都有吸毒 滥交 自杀等等 很多的恶业都在受着果报 世上万物万事都储存着 有吉凶的信息 用吉则吉 用凶则凶 这是事物发展 必须遵循的自然规律 如果你违背了自然规律 人将走上末路 是不会好的 千万要尊敬自然 了解并真正尊重自己的文化和信仰 希望大家都能明理 要逐恶莫作 众善奉行 这样我们的事事才会顺利 身体才会健康 家庭才会幸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订阅